这可是一笔巨款 这笔巨款几乎都已经超过天林商盟的总和了 这是本人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望几位别嫌弃李太清啊 全当交个朋友 他们的反应忽言李全很满意 他说话的时候也是朝着秦浩然说的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 秦奕臣可不仅仅只是在峰会上 夺得了三项冠军那么简单 甚至秦奕臣现在的身份 已经是他所不能比拟的 单峰克青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竟然成了单峰克青 或许这只是有名无实的 但是这还不能说明这个少年的实力吗 十几岁就已经拥有如此实力 如此成就 再给他十年 二十年呢 前途无可限量 总之绝对是他忽言李全 不可养籍的存在 也就是因为这个 忽言李全对待秦浩然 秦白鹤的时候 态度才会如此之客气 甚至算得上是恭维 李太清 秦浩然就算不懂 听着吕和商在那唠叨 也知道 这些物品价值不菲啊 等于送了一个商门过来 但是忽言李全 竟然还说 李太清 吕和泽也是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 忽言李全说话 很有艺术性 让他们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忽言李全并没有说 希望他们别拒绝 或者别嫌弃什么的 而是说 李太清 若是现在 他们说一句拒绝 那岂不是 就是在说 这李太清了吗 所以 几人都不知道 怎么接口好了 但是 如此贵重的物品 他们也是万万不敢收的 谁知道是福是祸呢 只是 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 忽言李全已经将 他的来意说清楚了 交个朋友 仅此而已 其实 李全此次 来此冒昧拜访 是有个不情之情 忽言李全 知道他们不敢收 怕引来祸事 所以 他也开门见山 说出事情始末 我忽言家内 有一个小辈 冲撞了秦大使 所以 李全在此 还希望诸位 能够在秦大使面前 每言几句 化解掉这个 小小的不愉快 秦义辰和忽言世家 有冲突 这让得大殿内众人心中 不由得一沉 但是 忽言李全的态度 似乎 这是在向秦义辰服软 忽言世家 那是何等的存在 那可是真正的北狱霸主 在北狱 哪怕是赵家 也休想让忽言世家低头 何况是秦义辰呢 毕竟 秦义辰才离开天林 去了中州 没有多长时间 就算是天赋 异于常人的优秀 难道就已经能够 让忽言世家都忌惮了 吕和泽他们想破头都想不通 家族大了 难免会参词不起 忽言李全的脸上 带着一抹浅浅的苦笑 然后走向秦老爷子秦白鹤 递过一个浴盒 这是我忽言家给老爷子准备的一点小小的礼物 还望老爷子能够收下 浴盒由忽言李全打开 里面摆放的是一枚玉佩 这不同于普通的玉佩 通体红色 其上纹理清晰 只是打开在那里 就让周围的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可见这绝非凡玉 这是赤火运无玉 吕和商惊呼出声 瞳孔都不由一阔 显然 这赤火温无玉绝非凡物 这位兄台好眼光 这正是赤火运无玉 忽言李全点了点头 然后为满脸茫然的秦浩然 秦白鹤解释道 赤火运无玉 是和老年人佩戴 能够清心疑神 延年益寿 我记得当初中州一场拍卖会 一枚赤火运无玉 拍卖到了一百六十万银币 而且橙色还不如这一枚 吕和商止不住心中的震撼 竟有如此保护 听他这么一说 秦老爷子更是不敢收了 显然 那赤火温无玉 对他很有诱惑力 但是他也明白这东西 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过上百万银币的东西 若是能佩戴在身上 这绝对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老爷子 您就收下吧 还是吕和则站了出来劝道 他这并不是在为忽言李全说话 其实这也是在为秦逸臣着想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忽言世家会这么做 但是若是不收 那就等于不与忽言世家和好 一个安家 已经压得天立王国喘不过气来了 若是再加上一个忽言世家 收下对秦逸臣来说 对天林来说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在吕和则开口后 秦浩然也劝了几句 老爷子才是将赤火温无玉收了下来 顿时老脸更是红光满面 佩戴上百万的奢侈品 对于以前的他来说 这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本来他以前那些老哥们 现在就已经非常羡慕他了 若是佩戴这玩意儿出去 那他那些老哥们还不一个个眼红得跟兔子似的呀 秦老爷子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虚荣心的 不然也不至于在当初秦家那么落魄的时候 还坚持要有不为战在门口 那对于当时的秦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收下了赤火温无玉 那就等于将所有的东西都收了下来 忽言李全才松了口气 脸上的笑容明显浓郁了几分 果然秦老爷子是突破口 这也是忽言家在天灵王城 经过多方打听得来的消息 随后众人一起落座 忽言李全怎么也不肯坐在守卫 最后将秦老爷子请上守卫 众人都坐在旁边 不知我那小子是如何开罪了忽言兄家族的人 秦浩然一直有些态度 才是坐下便是开口问道 其实这也就是小背张风吃醋 忽言李全也没有隐瞒 将忽言松青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 众人这才明白事情始末 这事情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这主要是看忽言世家或者秦义晨的态度 忽言世家这边明显是有意服软 而秦义晨的态度却是未知 吕和泽等人也彻底明白了忽言李全的来意 就只是单纯的让自己等人 在秦义晨面前说说好话而已 顿时他们提着的心都放回了肚子 不过吕和泽 秦浩然他们还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要问 比如现在秦义晨的状况 能让忽言世家低头 秦义晨到底已经获得了多大的成就 我那孩子就知道在外面惹祸 让忽言兄见笑了 秦浩然客客气气地说着 哎呀 浩然兄别这么说 秦大师的成就可是让我等了汗颜 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 忽言李全当然知道他们想知道什么 于是便又说道 对于丹解峰会 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吧 丹解峰会 吕和泽清晰一口凉气 脱口说道 难道秦义晨那小子 竟然能代表北域丹塔去参加峰会 丹解峰会 他当然也清楚那代表的是什么 只要能去参加峰会的人 日后必定能成为丹塔内长老级别的人物 若是这样的话 也就能够解释 污言世家现在的态度 毕竟秦义晨才十几岁 就能参加峰会 到时候就算成为丹塔直视 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吕和泽并不知道 他只是猜到了一些边缘而已 秦大师可不仅仅只是去参加了峰会而已 他还夺取了峰会三项第一 说起这个 污言李全也是唏嘘不已 若秦义晨日后的成就 真只是一个丹塔直视 那污言世家大可不必如此 毕竟 就算是在丹塔内 污言世家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 明天见世家大可不必辨论